之前在這個柯文哲今年 大家知道龍年 他在春聯上面寫下了 抗龍有悔 那結果當時吳子嘉董事長一看到就說 你這大凶兆啊 想不到真的預言成功了 抗龍有悔就是前無去路 所以柯文哲已經選擇了自己 那現在就是沒有路走完了 玩完了 不知道是哪一個笨蛋幕僚 建議他寫的 當時就讓他看到了 身陷凶兆還不自知 現在就是 抗龍有悔前無去路 只有土城還有龜山兩條路可以走了 那宏文委員我另外問一下 跟立法院相關的 不過這是我們的僑王 是不是出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昨天就已經先看到 他疑似是在2013年的時候 借款港幣千萬元 千萬元 然後還要投資大陸的一些 你看這邊 中國大陸南京的一些項目 那他借款了之後 資金疑似遭到轉移 所以下落不明 而現在香港的合夥人多次發函 是要柯建民要限期還款 那這一篇報導出來之後呢 柯建民就立刻在臉書上面說 鄭重聲明 針對瘋傳媒今日的報導 引用了星島網之網路傳言 並未訪問到本人 是屬於又來了 中共認知作戰的假訊息 呼籲媒體勤誤以而傳而 以免誤處法律 特此聲明 那可是瘋傳媒立刻出來打臉 說我們已經間接已經聯繫過好多次的柯建民本人 那或是也多次發函給柯建民的台灣律師 都只回覆四個字 不予置評 柯建民本人到現在不管留言給他 打電話給他等等 就也沒接也沒回 所以並沒有說 媒體是沒有善盡求證的責任 啊就是找不到人 我先講一下抗龍遊回啊 哈哈哈 因為我們大概都是金優迷 很多人知道抗龍遊回 並不是從易經這個知道 因為並不是很多人都熟讀易經 都是這個金優小說裡面的祥龍 因為他第一次就是抗龍遊回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就是耳熟能詳 所以當那時候吳子佳說 抗龍遊回是一個凶掛的時候 我們這裡覺得很奇怪 覺得這抗龍四八掌 應該每一個招式都非常厲害 那也確實啦 為什麼在一般寫春聯的時候 龍年嘛 龍年其實有很多可以寫的 很多人就講飛龍在天啊 龍馬雞神啊 啊你反正你通通可以寫啊 那麼但是寫抗龍遊回確實很少有 那抗龍遊回是什麼意思呢 後來我有去看了一下教育部啊 你看那個教育部 他有國語詞典 他的意思呢 其實龍就是至尊的意思 然後呢這個抗啊就是抗蠻 就是說當你這個君主在最高的權位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你要小心了 你要小心你要變得比較謙虛 你要持贏保態 就是說你就是一個人啊就是 不能太久啦 就是你也不要不要再置得意滿 這個時候你要懂得收啊 所以才叫做抗龍遊回 聽懂了抗龍遊回 所以有人在講說 其實這個在易經裡面 它事實上是一個凶掛 它意思就是說當你太滿啊 就是這個太高的時候呢 你如果沒有知道 不知道是怎麼樣去收的時候呢 你常常會出事情啊 所以這或許這也是 吳子佳當時就笑他說 你是那個什麼 這個中文不好 國文不好嗎 怎麼會寫一個抗龍遊回 所以某一個程度 這個時候給柯P主席啊 是一個一個經驗啦 也是一個教訓 這個時候他可能真的要懂得 怎麼樣去謙虛的去面對他的危機 好再來講就是 柯建民這件事情啊 更有趣了啊 因為這個訊息一開始呢 是從什麼網站呢 叫做星島網 那個時候因為前兩天呢 就有人傳給我 那他寫的方式很特別 他說啊 大家記不記得記得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 大家都在關心 要不要開臨時會嘛 那臨時會之前呢 一定要經過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就是當然 每次朝野協商一定是 兩那個總召 兩個各黨的黨邊總召都要去參加 結果呢 在這一次國民黨的黨邊 就是我們的副總召沒有參加 但因為知道他因為現在什麼上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參加 這個原因大家都理解的 就很奇怪 他說欸 怎麼柯總召也缺席了 因為柯總召在朝野協商裡面 他據說幾乎都沒有缺席過 所以大家覺得你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大家講不出來到底柯總召為什麼缺席呢 好他以這件事情說 原來呢可能柯總召在忙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就是他在過去曾經投資中國 然後呢他是跟一家公司一家香港 登基於香港的公司去借錢 去借錢投資 可是呢後來他不但沒有還錢 而且香港的公司發現呢 這筆錢呢已經消失了 所以開始準備跟這個 就是柯總召要錢 那麼而且呢已經開始進入了一個司法的訴訟 因為有人來問我嘛 我也不曉得大家覺得我什麼都知道 其實我什麼都這個我真審的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呢我就也有去查 可是事實上知道的人非常非常少 但是沒想到過兩天 瘋傳媒呢把這件事情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事情呢瘋傳媒他講說 到底瘋傳媒有沒有向柯總召去求證過 我相信瘋傳媒絕對有求證過 因為你看他原來就是瘋傳媒第一篇的寫法 他其實就已經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呢他們有去跟柯建民本人去求證 但是呢沒有得到回應 那麼很多人一直沒有得到 最後得到了一個四個字 所謂的不與治平 你知道嗎因為我自己也是媒體出身 通常這麼大的事情 講到不與治平 你講到不與治平我就認為是有 就是有了嘛 對不對 你一定會講無中生有造謠生死 這個這個 絕對提告 對啊絕對提告一定是這樣 他講一個不與治平 所以我覺得瘋傳媒他把 因為我相信瘋傳媒也掌握了一些內容 所以包含哪些公司包含金額 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那所以可能因為瘋傳媒這件事情呢 他一曝光之後 那麼很多媒體就跟進 因為當天就有一些媒體來找我 來回應了 來回應的事情 那我們的回應 當然非常簡單啦 你看啊 就是民進黨嘛 都是這樣子啊 在中國大賺這個鈔票 然後到了台灣呢 就以抗中台獨 抗中寶台來騙選票 那是工作嘛 賺錢是生活嘛 這個賺錢是生活嘛 台獨是他的工作而已 因為民進黨過去 這樣的例子 實在是慶祝難輸 那因為柯走到這事情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也讓大家覺得 他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過去他的家族裡面 那麼他的兒子本來就在中國有事業 甚至當中國公司的這個董事 還跟這個中國的 中國大陸的一個政協委員 一起合資啊等等啊 他兩個兒子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都有 有事業而且有賺錢 那甚至說他們的老二啊 是賺錢之後 還有賺錢給 就是捐款給民進黨 就是那個涉及到那個大麻案的 好那所以這件事情呢 確實這個時候爆出來 很怪怪的 因為第一個 郭正亮也講嘛 他說這個是2013年 2013年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 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他們才來求償 那當然我覺得這或許也跟 後來的柯建明被列入了 所謂的台獨的名單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以前的話呢 可能還對你有一些手下留情 現在竟然你已經被 經上列為準的台獨名單 那麼大家就是那個 趕快把賬算清楚一點 所以就開始來做求償 而且按照風傳媒的寫法的話 是台灣有被委託的律師 那我聽說甚至可能對方 也有可能會召開記者會 意思就是說 如果柯建明不去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對方可能還會直接召開記者會 昭告天響 我想這個可能是 是不是柯總釗 這麼多年以來 在朝野協商從來不缺席 但是最近卻無故缺席 而且都講不出他到底是什麼理由 他到底在忙些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這個柯總釗 這只是我剛剛講 就是所有民進黨 這麼多民進黨 不管是過去的趙天林也好 大家講他們的中常委薛靈也好 或者是鄭裕鵬 中國鵬也好 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講到什麼林昌佐 或者是黃捷 這些家人都在中國大陸在做生意 但是到了台灣為了要騙選票 然後你就開始轉成你就是抗中保台 但是你在賺人民幣的時候 完全都不手軟 那這件事情對柯總釗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他的政治危機 但是我覺得再次的顯示出 你想想看就在幾個月前 我們在推動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當時的民進黨在柯總釗的領導下 他們講了什麼 說這個國會改革法案是中南海要的 是習大大指示的 這個今天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只不過是中共的代言人 等等所有的紅色的帽子 等等的就抹紅 然後說你是中共的同路人 把國會改革法案過去民進黨這些立委 包含柯總釗自己都提出來的法案 現在通通變成是一個紅色法案 那你不覺得非常的諷刺嗎 你不覺得會非常的荒謬嗎 所以其實老講 我也非常關心 我希望這個事情趕快能夠有水落石出 那也許柯總釗如果他最後解決 就是他還錢的話 也許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就不會爆出來了 對對對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還錢的話 那搞不好真的 那對方會不會開記者會 我也很期待 這單一畫面 有請你 如果大家要收視線 應該會不會開記者様子 還是會不會開記者 應該會不會開記者 對方 就是這樣 因為太陽 來沒有 因此